台东市有一名国二男同学在8号晚间 因为向妈妈要钱买手机不成 居然奋而在客厅里面烧课本 反而引起了火警 索性火势获得控制 母子两人是遭受呛伤 送医之后并没有大碍 消防只表示8号晚间8点左右货报 中华路二段238巷内发生民宅火警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楼有书本起火燃烧 客厅燃烧面积大约有0.5平 索性两人送医并没有大碍 9号一早消防局见识人员也前往现场 国中生的母亲也在现场 但是对于晚上发生的事不发抑郁 附近居民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也议论纷纷 我吵了要吵手机 小朋友要手机妈妈不同意 就这样吵起来烧 国中生因为索讨要买手机不成 份额在家纵火 这样的行径已经是伤痛母亲的心 记者刘明胜台东市采访报导